下班回家,婆婆怪我不做家务,全由她一人包揽,我说一话,婆婆哭了。 半个月前,公公婆婆从老家来到我和老公工作的城市看我们,并且在我们家里住了下来。 我虽然也非常欢迎他们,可是我的生活习惯和他们毕竟是不一样的,所以没多久就出问题了,婆婆因此孩子怪我不够孝顺。 为了让我改正这种错误,婆婆特意对我做了一番思想工作,而我却没办法顺从她,所以最后和她争论了起来。 我一生气,就对她说了几句重话,而老公知道后竟然差点和我打起来。 其实,当公公婆婆刚来时,我还觉得挺好的,因为他们两人看起来都是很好相处的人,而且婆婆每天都很积极地为大家做饭做家务,所以我和老公不仅每天都能吃家里的饭,而且还不用花时间做家务,真的比过去舒服多了。 可是,没多久就出问题了,婆婆每天都在家,当然是觉得每天都要做饭做家务,而我和老公是要工作的,所以过去都没有这样的习惯,都是看时间来安排。 所以,婆婆当然是看不惯我的做法,于是她特地找时间和我谈了一次,指责我每天不管什么时候都不做家务,说我吃完饭只知道往房间里钻,而把烂摊子扔给她去收拾,一点也不会笑着老人。 我听了她的话觉得可笑。 我是有工作的人,怎么可能像她一样呢?我白天要去公司工作,晚上回家还要为工作操心,不然就没办法让自己一直进步了。 。 虽然,我工作的收入只是老公的三分之一,但这毕竟是我的事业,而且可以让我保持独立,否则我在这个家里还有什么地位呢?谁又会看得起我呢? 。 我把我的苦中告诉婆婆,可她却一点都不理解,还争辩说一点家务能花多少时间,还说大部分事情她都做了,我只要管晚上的这一点,已经非常轻松了,怎么会耽误工作呢? 。 我听她这样说,明白再怎么说也和她说不通,所以就对她说如果觉得自己做家务吃亏就别做,我可以请终点工来做,反正我不会为了家务耽误工作,这是我一辈子的事情。 。 我听她说如果说不通,也关系到家里的收入,不然你们怎么能不花钱就在大城市里住这么久,还能天天白吃白喝。 。 婆婆听了我的话后很生气,直说我不懂礼貌,然后就坐在沙发上哭起来,怎么劝也不听。 。 后来,婆婆看老公回来了,就拉住她走进了她房间,然后关上门,两人不知在里面说了些什么。 。 等老公出来时,我发现她的脸拉得老长,我就知道婆婆告状了,于是就打算向她解释。 。 可是,老公的性子疾,是一个容易冲动的人,所以没等我开口,她就捏住拳头怒气冲冲地责问我为什么欺负婆婆,还说我不要让住有工资就可以不听老人安排,说我的那点工资算不了什么,只要她再辛苦一点完全可以赚到。 。 我看她这样大吵不是办法,就强拉住她走进房间里,然后把我的苦衷说给她听,并且表示自己没有欺负婆婆,而是她的观念太老旧了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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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